理论上讲啊 现在就到了这个华沙的商业区 但是说实在的呢 我倒并没有看到这个特别多的商店 好像是这个朝鲜一样 商店很少 超市倒是挺多 而且超市关的时间很晚 也就是说不达这个华沙的商业生活并不繁荣 老百姓也没有 或者说过多的需求去go shopping 这个可能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主要的体现 我上一次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你看那个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呢 密密麻麻的全是商业区啊 我当时一度以为啊 布鲁塞尔的经济是靠商业的 后来才发现他们是靠钻石 以及也是一些工业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经济发达 有这种商业是一种呈现 而不是主因 但是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个呈现 这种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商店啊 你看这边都是关着的 也没有门 商店很少 虽然城市很干净 城市很漂亮 但是这种商业并不发达 我想这也是华沙 或者说是波兰 为什么经济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原因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注重商业的地方 GDP的算法呢 主要是看你的交换嘛 你没人买就没有交换 没有交换的话就没有GDP 今晚点到这里 就算你是123滴工的 什么地方